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往来五道不得解脱 闲者、侠人、厌于忧苦 见师则成事 无见则思时教解 师教人趋恶就善 世人度世之道 父母养育 老、病、死亡、遗世儿 佛度人万事不及 贤明智者以守思为之 佛告诸弟子 皆听我为辱承说善恶之祸福 诸弟子皆常规 插手言 莫受教 佛言 人于世间 此心不杀身 从不杀得五福 何等五 一者寿命增长 二者身安稳 三者不畏兵刃 古狼 独虫所伤害 四者得身天 天上寿无疾 五者 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 则长寿 今见有百岁者 皆故事宿命不杀所致 乐死不如苦生 如是分明 圣莫犯杀 佛言 人于世间 不取他人财物 道中不时宜 心不贪力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财物日增 二者不亡疑 三者 无所谓 四者 得身天 天上夺珍宝 五者 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 保守其财产 宪官 盗贼 不敢侵犯取其财 经现有保财治老者 皆故事宿命 不敢取他人财物所致也 亡无多少 令人忧恼 亡疑不如饱在 如是分明 圣莫取他人财物 佛言 人于世间 不犯他人妇女 心不念邪癖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不枉费 二者 不畏现官 三者 不畏人 四者 得上天 天上玉女做父 五者 从天上来下生世间 多端正父 仅尊者 见有若干父 端正好色 皆故事宿命 不犯他人妇女所致也 见在分明 圣莫犯他人妇女 佛言 人于世间 不两舌缠人 不恶口骂人 不妄言其语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与言皆信 二者 为人所爱 三者 口其相好 四者 得上天 为诸天所尽 无者 从天上来下生世间 为人好口齿 他人不敢以阿语无知 今见有从生至老 不被口棒者 皆故事宿命 户口善言所致也 如是分明 圣莫忘禅人 佛言 人于世间 不饮酒醉 从不醉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传言上世 敬见常立 语言不谬误 亦是患如意 二者 家世修至 常有余才 三者 假借求利吉德 亦为人所尽爱 四者 得上天 亦为诸天所尊重 五者 从天上来下生世间 洁白自喜 贤惠小事 皆从故事宿命 不饮酒所至 圣莫饮酒 佛言 人于世间 不持刀杖恐人 不以手足加痛于人 不斗乱别离人 己所不欲 不失于人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身体强健 二者 握起常安稳 三者 回诸天 龙 鬼 神 所护士 四者 得上天 天上乐无疾 五者 从天上来下生世间 身体玩具 无疾病 仅见有从生至老 无有疾病者 是皆故事宿命 不加痛于人所至 如是分明 甚莫加恶于人 佛言 人于世间 何心不称慧 见贤者尽知 愚者忍知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为人所称欲 二者 仍见之皆欢喜 三者 身子安稳 一润则好 四者 得上天 天上端正尽节 五者 从天上来下生世间 为人善性 端正书好 今见有好人万人之选 皆故事宿命 何心善性 仍如所至也 不称慧如是分明 甚莫称慧于人 佛言 人于世间 孝顺父母 尽是长老 公职谦卑 先贵后起 后言先止 常教恶人为善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为人所敬爱 二者 仍皆到其善 三者 自以欢喜 四者 得上天 回诸天所敬爱 五者 从天上来下生世间 为众人所媚爱 今见有善心 孝顺 为众人所媚爱者 皆是故事宿命 孝顺 尽是长老所至 如是分明 可作孝顺 事于长老 佛言 人于世间 用见小事 善心好意 尽是尊老 礼节兼备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世患得好职 二者 再观及千 卖买得利 三者 百姓见之皆欢喜 四者 得上天 逐天见之皆欢喜 五者 从天上来下生世间 为王侯公亲作子 皆故事宿命 行礼作福所至 如是分明 舍莫交慢于人 佛言 人于世间 不千贪 好喜不失 爱是诸家亲属贫穷者 若乞丐而 饮食常当食宝 一亿当完好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财产日增 二者 为诸天下人所称谕 三者 为周 俊 国 所尊敬 四者 得上天 天上所示 五者 从天上来下生世间 大富乐 为众人所敬 皆故事宿命 不失行善所致 如是分明者 亦可行得不失 佛言 人于世间 有名经贤者 若沙门 若沙门 道士 喜网问度士之道 行不嫉妒贪爱高远贤者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得侠 二者多闻 一多知多见 三者 多敬叹之 四者 得上天 天上世所学 五者 从天上来下生世间 即明经小道 为国家所敬重 亦为人所归养 经见有明经小道者 此皆故事宿命 做到行得所致也 如是分明 亦可行道德 佛说今以 诸弟子皆欢喜 前为佛做礼 佛言 听说作恶得恶 诸弟子皆插手言 诺受佛教 佛言 人于世间洗沙身 无辞之心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寿命短 二者多经步 三者多仇怨 四者万分以后 魂魄入泰山地狱中 泰山地狱中 独痛考制 烧至真主 啄刺突波 压长破骨 欲生不得 犯杀最大 久久乃出 无者 从狱中来 出身为人 常当短命 莫胎伤而死 或堕地而死 或数十百日而死 年数十岁而死者 仅见有短命人 若行斑窗 身体不完 薄茧突鱼 或忙龙阴雅 求鼻塞拥 或无手足 孔翘不通 皆有故事宿命屠杀 涉猎 罗王捕鱼 残杀文盟 龟鳖 早失所致 如是分明 圣莫伴杀 佛言 人于世间 偷盗截人 强取他人财物 求利不以道理 欺诈取财物 轻秤 小斗 短齿欺人 若以重秤 大斗 长齿欺人 道中舍宜 取非其财 父在借贷不归 抵触以行护人 从事得武恶 何等武 一者 财物日耗减 二者 王法所及 绝之当孤 少有托者 三者 若身未尝安归 常怀恐怖 一字欺身 四者 死后魂获入 泰山地狱中 泰山地狱中 考制数千万读 随所作受罪 无者 从狱中来出 随所负轻重常在 或有座奴婢常者 或座牛 马 罗 驴 骆驼常者 或座猪 羊 鹅 鸭 鸡 犬 常者 猪禽兽 鱼鳖之鼠 皆是负债者 今言 债不腐朽 所谓也 今见有下见 畜生之鼠 皆由故事宿命贪力 强取人财物所致也 畜生勤苦如是 简哉奔明 甚莫取他人财物 否言 人于世间 淫义伴他人妇女 从事得五恶 何等五 一者 家世不和 夫妇树斗 恕王钱财 二者 为宪官 常与垂障从事 王法所及 身当被孤 多死少生 三者 自欺身 常恐为人 四者 入泰山地狱中 泰山地狱中 铁柱正翅 身长抱之 做饭他人妇女 故得世殃 如是数千万岁 行乃尽 无者 从狱中来 出生为鸡 福 鸟 鸭 人 魂魄无形 所酌为名 今见有鸡福淫义 不必母子 亦无节度 亦有犬马之针 苟针于夫 出生之属 皆有信族 而鸡福淫义 独无子族 皆从故事宿命淫义 犯他人妇女 受世鸡福身 当为人所诞时 如是勤苦 不可述说 如是分明 舍莫犯他人妇女 佛言 人于世间 洗两舌禅人 洗恶口 妄言 其语 此贡高诽谤圣道 及贤度能 彼子高才 从事得五恶 何等五 一者 多愿憎 二者 自其身 一从世人皆不信 三者 恕逢飞祸 四者 入泰山地狱中 泰山地狱中 有鬼从人像拔骑蛇 若以烧铁勾骑蛇段 若以烧铁郎铠赐其烟 欲死不得 欲生不得 不能语言 如是数千万岁 五者 从地狱中来出 为人恶口 此或免缺 弥金简及众言 或阴雅不能言语 今见有事曹人 皆故事宿命 两舌禅人 诽谤圣道所致也 如是分明 亦可神恶口 佛言 人于世间 吸引九罪 得三十六师 何等三十六师 一者 人饮九罪 十子不敬父母 臣不敬君 君臣 父子 无有上下 二者 语言多乱物 三者 罪便两舌多口 四者 仍有福利隐私之事 罪便道之 五者 罪便骂天逆舍 不必忌讳 六者 便卧道中 不能复归 或往所持食物 七者 罪便不能自证 八者 罪便低仰横行 或堕沟坑 九者 罪便必顿富起 破伤面目 十者 所迈买谬物 望处底 十一者 罪便失事 不忧至深 十二者 所有财物好减 十三者 罪便不念妻子极寒 十四者 罪便唤骂不必亡法 十五者 罪便解衣 脱坤裤 落行而走 十六者 罪便望入人家中 千人妇女 语言干乱 其过无状 十七者 人过其旁 欲与共斗 十八者 踏地唤呼 惊动四灵 十九者 罪便忘杀重制 二十者 罪便抓锤 射中食物 破碎之 二十一者 罪便家世 使之如罪求 语言冲口而出 二十二者 蓬荡恶人 二十三者 疏远贤善 二十四者 罪卧绝食 身体如疾病 二十五者 罪便土腻 如恶露出 妻子自争其所状 二十六者 罪便抑郁前荡 向狼无所避 二十七者 罪便不禁明经贤者 不禁道士 不禁沙门 二十八者 罪便淫义 无所未必 二十九者 罪便如狂人 人见之皆走 三十者 罪便如死人 无所复事之 三十一者 罪获得泡面 获得酒病 正微皇熟 三十二者 天龙鬼神 皆以酒为恶 三十三者 情后知事日远之 三十四者 罪便敦据 是长地 获得边缝和两目 三十五者 万分之后 当入泰山地狱 长小童入口 教父中过下去 如是求生难得 求死难得 千万岁 三十六者 从地狱中来出 身为人 常于吃 无所事之 仅见有于吃 无所事之人 皆从故事宿命 喜事久所至 如是分明 亦可胜久 久有三十六师 人饮久皆办三十六师 佛言 人于世间 喜持仗恐人 以手足加痛于人 喜斗乱别离人 己所不喜 强持于人 从事得五恶 何等五 一者自欺身 亦为人所患毒 二者身为恐怖 三者又树病急 四者入泰山地狱中 随所作受罪 九九万岁 五者 从地狱来出 身为人多病 身不离障 仅见有多病者 皆故事宿命 喜家痛及之所至也 多病不如强健 如是分明 甚莫加恶于人 佛言 人于世间 常喜称惠 不合调 见贤者亦惠 见愚者亦惠之 不别善恶 但欲称惠而已 从事得五恶 何等五 一者 为自烧身 二者 亦自乱意 三者 莫起不安稳 或忧惠自杀 四者 入泰山地狱中 独痛考至数千万岁 五者 从泰山地狱中出 身为人面目嫦恶 色为黑黄熟 仅见有恶色人 皆从故事宿命 喜称惠所至 面丑恶色 不如端正好色 如是分明 甚莫称惠 佛法浩瀚无牙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跨入死亡门槛的时候 围绕在你身旁的亲友 几乎无法提供任何援助 也无法陪伴在你身旁 甚至连最富有的权贵 也无法带走一丝一毫的财富 最有权势的将军 也无法命令军队 阻挡死亡的来临 他必须像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 屈服于死亡 你的心事将离开身体 在中阴徘徊 游荡 在中阴 你将发现 自己独自带着虚幻的一生生 处于幽暗之中 迷失绝望 完全不知所措 又不知道何去何从 那时 折磨大多数众生的可不幻觉 令人毛骨悚然 其可怕的程度 比莫难以形容 虽然 这些幻觉 只不过是你 心的投射 但在那个时候 它们却是强而有力的事实 在那个时候 你透过修持佛法 所获得的绝授 是唯一可能的慰藉来源 这是为什么 在此时 此刻 就要开始努力修行 是如此重要 即使 在太平时期 一个国家都要替未来 可能发生的侵略 未雨绸缪 做好因应的准备 同样的 你也必须时时刻刻 保持警觉 用修持佛法的方式 来准备面对死亡 佛法 如同永恒的丰收 能够为你的来世 提供食粮 并且 是你未来安乐的基础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优优独生 优独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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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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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